hello 欢迎学习爬熊课程 那么这几个的话 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CM当中的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知识点 叫做这个页面等待 那么什么情况下的话 需要使用到这个页面等待这个东西呢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网页的话 它是越来越多的采用的这种二角克斯技术 对不对 这样的话 程序就不能确定 我们使用二角克斯这个技术 请什么时候会把这个数据请就回来 什么时候这个元素会出现 对对 那么这的话 如果我们还 就说在这个元素出现之前 我们就去使用的这个元素 那么的话就会报错 就会报错 那么我们这个CM的话 就专门针对这种 这种不好 这种及时的问题 出了一个这样的解决方案 就是这个等待 就是等待 那么这个等待的话 又是分为两种等待 一个叫做影视等待 一个叫做显示等待 那么什么叫做影视等待 什么叫做显示等待呢 这地方我稍微来做个简单了解 影视等待的话 它是什么呢 就是你在获取一个不存在的元素的时候 如果这个 在获取一个不存在的元素的时候 那么你可以给它指定一个确件的时间 比如说我给它指定20秒 那么我在获 比如说我现在就去获取这个元素 但是这个元素还没被加载出来 那么的话 我就会去等待20秒 那么20秒之内 不管这个元素有没有被加载到 我都是等待20秒钟的时间 如果等待完20秒以后 这个元素被加载到了 那么这时的话 我就去获取个元素 然后做 然后的话 做下面的操作 如果在20秒之后 还是没有获取到 那么的话 就会抛制异常 就会抛制异常 这个的话叫做影视等待 影视等待说白了 就是去等待 就是你在获取一个不存在的元素的时候 等待一个确切的时间 等待一个确切的时间 好 第二个的话 就是显示等待 显示等待的话就比这个影视等待更加智能一点 怎么智能呢 显示等待可以给它指定一个站的最多等待中多久的时间 比如说我可以说我最多只能等待10秒 但是这个10秒当中 如果我再获取到那个元素已经出现了 那么的话我就不再去等待了 就是一个这样的区别 就是一个这样的区别 然后这个显示等待这个地方 你可以给它传递一些这个条件 对吧 比如说你现在的话 你想去获取什么呢 你想去获取到这个元素 你想去获取这个元素 但是这个元素 但是这个元素到现在还没有 还没有还没被加的出来 那么这次的话 我就最多等待10秒钟的时间 那么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给它指定 until就是直到是吧 直到这个元素被出现了 直到这个元素出现了 那么的话就赶紧把这个元素返回给它 拿到下面去右 就是一个这样的区别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个测试 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代码 这个地方的话 我是在这个demo9点平板当中 来跟大家讲到的 好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我是准备来打开豆瓣网这个网站 那么在豆瓣网这个网站的话 我现在去获取一个这样的元素 获取这个元素 获取什么元素呢 来看我怎么写 就是driver点那什么 发的element by ip 这个ip的话 我随便乱七八糟写一个 这个ip等于这个东西的话 是肯定不存在的 对不对 那么不存在 如果你采用传统的方式 如果你没有设置这个等待的话 那么你右键来执行 来运行一下 这地方它会马上抛出一个错误 马上抛出一个意识 当然要等把这个浏试器启动以后 好 启动完毕 这个页面加载完毕后 他就会抛出一个异常 马上就会抛出一个异常 这个地方设置的 这个等待时间 我要说怎么会这么慢 怎么会这么慢 我再来看一下 刚刚是不小心设置的地方 等待时间 才会这么慢 好 现在的话 打开这个页面 打开完这个页面 下面的话 也就马上抛错了 对不对 那么如果这个地方 给他指定一个这样的 等待的时间 比如说driver点凌什么呢 影视 影视叫做implay 这个单子怎么写 这个单子叫做影视的 影视的意思 然后我给他指定20秒钟的时间 就20秒之内 如果20秒 我如果换取这个元素没有换取到 那么的话我就会去等到20秒 是吧 好 再来运气 好 那么这样的话 他就不会马上抛出异常了 他就会去等待20秒钟的时间 这里话 你可以看到 之前没有设置这个等待时间 是不是你马上抛出异常了 现在的话 就在这个地方 慢慢悠悠的 慢慢悠悠的 再等待 等到20秒以后 他这个地方如果还没有获取到这个元素 那就不好意思了 他就会抛出这个异常了 明白是吧 就会抛出这个异常了 那么现在的话是等到这个20秒了 对不对 等到20秒了 就抛出这个异常了 好 这个的话就设置那个影视的等待时间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一下这个什么呢 显示等待 显示等待的话 你可以给他指定一个条件 就是 比如说我最多等短10秒 对吧 当时如果10秒之内还没有 10秒之内已经获取到这个元素 那么我就不去等待了 对 好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就需要介绍什么呢 需要介绍这个叫做web driver rate这个类 然后再把driver和这个什么呢 和这个时间把它给传出去 然后这个堆消上面的话 又有方法叫做什么呢 叫做until until的话 在这里面你可以给他指定这个什么呢 给他指定这个 呃 那个条件啊 给他指定这个条件哈 就是获取到的这个东西哦 就马上出来 好吧 就马上往下面走啊 好 那么这地方我们来写下啊 呃 这个地方是那个driver 点那个什么呢 哦 不是这话是要这个来导入一下啊 点那个什么的点那个support 把所有的意外啊 以后的像这个什么呢 那个显示等待是呃 web driver啊 web driver 位置啊 好 这段的话传一个driver进去div 然后是10秒钟的时间对吧 这就能可以给个until啊 until的话代理的是 就是就是这个条件啊 这个条件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啊 就需要已经导入那个条件了啊 就需要导入那个条件啊 好 那么这个条件的话是from这个什么呢 fl from city 什么 因啊 点driver 点那个什么呢 点那个呃 来看一下啊 这个东西还确实不太好记啊 叫做呃 就是色话的下面啊 就是色话的下面 in part 下这个什么呢 except啊 except的condition 就是期望的条件啊 然后这个单子比较长 那么一般我们用头的话会给他取个别名叫做ec啊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来写就是 这个地方ec点ec啊 ec点那个什么呢 present of element located啊 代理的是present 代理的是出席呈现的意思对吧 of element located 代理的是什么呢 代理的是啊 这个元素被加了进来了啊 呃 已经出席了 已经出现了对不对 located代理的是啊 你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取这个元素 那么现在比如说我们采用的是这个 ID的方式啊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把那个by的把它给导入一下啊 from下这个什么呢 cennium点webjr点那个什么呢 那个 呃 common啊 点by对吧 点by啊 by import了下这个by对吧 好 这里面的话就是那个by id啊byd 然后的话这里边随便写个东西啊 这样的话去获取啊 这里面的话是只能传一个只能传一个 只能传一个变链进去哈 这个变链的话是要放那个羽羊组当中啊 或者放那个列表当中啊 要放那个羽羊组当中啊 要放那个羽羊组当中啊 这两个东西不是要分开的啊 是要放那个羽羊组当中传进去的 好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 他就会去等待10秒的中的时间 好吧 好 那么可能加斯法增加啊 让我们可能的加再来运一下啊 现在的话我们是已经知道对吧 在这个页面当中 这个id等这东西的话是肯定不存在的 对 说的话 他就会去等待这个10秒钟的时间啊 等待这个10秒钟的时间 如果10秒钟之后还没有等到 那么的话 他就会去啊 抛这个异常了 对吧 就会抛这个异常啊 那我们稍微等一下啊 这里面已经设置了这个20秒钟的时间啊 我们先把这个删掉啊 我说怎么这么久呢 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会等待10秒钟的时间啊 待会儿我讲完这个不存在 这个是不存在的 对吧 待会儿讲完这个不存在 我们再来讲一下那个存在的那个情况啊 就如果这个id存在的话 那么的话他就不会等待10秒了 对啊 这地方是抛出了一个啊 呃 timeout 代表的是那个什么呢 超时的意思 对吧 就是已经超时了 超过10秒了 还没获取到 对不对 好 那么现在比如说我们想要去获取一下这个什么呢 想要去获取一下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 好 好 那么我们想要去获取这个formermail可能叫c啊 拿到这边可能叫v啊 再来走一下啊 这样的话他就不会等待了 他就会就马上获取的对吧 这个地方我们为了那个东西 我们把它给打一下吧 把它给打一下啊 现在的话就马上可以换取到 然后的话这个程序就马上推出了 对不对 说明这个地方的话是已经换取到了啊 已经换取到了以后 他就不会再去等待了 这个的话叫做显示等待啊 那么这个显示等的话是更加智能一点 对不对 更加智能一点啊 当然好 可能有的东西就会想是吧 可是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条件啊 这个的话代表的是什么呢 某个元素已经被加紧进来了 对不对 然后你你如果还想看一下其他的一些这样的条件的话啊 你可以按下口证加币进去看一下对吧 哎 这个里面的话就包含了所有的那些的条件对吧 比如说title 椅子是否等于某个对象啊 是否等于某个自然 title conex啊 标题是否包含某个东西啊 然后这个是那个元素被呈现了对不对 这个是又要包含什么东西啊 啊 这的话我就不带大家去看了啊 大家感兴趣 可以每个东西都去看一下啊 都去看一下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显示等待啊 呃 就是大家以后在写这个代码的时候啊 啊 以防万一对吧 以防这个东西还没被加紧进来啊 你就去获取啊 就会抛食一个这个意义上 那么的话你就可以使用这个什么呢 wayed driver 使用这个显示等待 好吧 使用这个显示等待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几个人就讲到这个呢啊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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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